神木发差灵俗圣女 芸汐之物 可以避凶邪 与人互相感知 避陈珠 它是古蜀王师的宝物 但在古蜀都城覆灭之后 不知所踪 灵虫 它是流通在鬼市上 被灵俗买来增强原能用的虫子 鬼市金鱼幻影原能强大的灵俗逝去后 绘画为金鱼幻影 他们在最后时刻 可以将原能化作祝福 留给活着的灵俗 这也是传说中的 一经落 而万物生 英龙谷 这是寻变师瑜伽祖传的宝物 上面富有原能 骨灰 可用于重要的阵法 原单 这是灵俗圣女芸汐之物 可以为灵俗 提供原能 千里神行教 心计教行所有 可以助人穿梭时间 或者空间 36集的民国奇幻电视剧 《请君》 会员版 从9月15号周四 开始首播 1至6集 紧接着 在以每晚两集的速度 持续更新6天 也就是说 从9月15号开始 一直到9月21号周三的7天内 会不间断地更新到第18集 说实话 这第一波的排播规划 确实会让大家开心 看剧 也非常有满足感 非会员 是9月15号周四 首播1至2集 后面 是每晚更新一集 一直更新到 9月23号周五的第10集 会员版从 第二周的周四到周六 也就是9月22号 负24号的三天 是停播日 9月25日周日 更新聚集的第19至20集 换句话说 就是从第二周开始 进入了平排的老炮路排播 也就是 播4停3的状态 还好 不是播3停4 到第三周的 9月28号周三 会播到第26集 但从第三周的周日开始 也就是10月2号国庆节的第二天 再到10月6号周四 会一直更新到最后一集 也就是第36集的大结局 非会员 也是从开播的第二周 进入平台的老套路排播 每周更新6集 只有周六停播一天 以此内推 一直到10月23号周日 迎来非会员的收官 同样是第36集的大结局 总而言之 36集的电视剧 在四个星期内播完 对平台的这个排播方式 还是很满意的 值得大家点赞